HELLO 大家好,我是有療教練 我們今天要上的課程主要是以 攔指做為我們今天的課程的核心主軸 那我們就要做怎麼樣的攔指的訓練呢 基本上就是提高我們的有氧 那藉由我們的有氧而來 讓我們身體攔指的機制 來讓它做一個啟動 那我們要怎麼做做一個有氧的訓練呢 其實呢,大部分我們都會用一個比較 像這種瑜伽電型態 然後原地的跑動 然後讓我們的心率在短時間之內 可以提升到至少是超過一百 一分鐘超過一百二十下的這個狀態 然後讓它維持在可能一百二到一百四 這之間這個區間內 然後讓我們在心率上 就是維持在這樣的略高的狀態下 我們在把時間拉長之後 可能拉到二十分鐘 甚至到三十分鐘四十分鐘的情況之下 那它就會達到一個攔指的效果 而且呢,我們配合 我們在休息的時候 我們會配合比較靜態的核心訓練 那這樣達到一個一動一靜的這樣的狀態下呢 就會形成一個像是間歇的效果 那間歇呢,基本上又會比一般我們在有氧訓練上 它又會有一個我們俗稱的後攔指效應 那後攔指效應呢,基本上它會在你運動後的 大概八到十二個小時呢 你的身體呢,基本上還是會去 還是會有一個繼續燃燒脂肪的這個形式 再繼續運作著 好,那我們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會做一些比較多的跳躍的動作 那我們第一個部分呢,我們會先做 左右腳的單腳跳躍 那為什麼會需要做這種左右腳的單腳跳躍 第一個,它對我們的腳踝 還有對我們的小腿的負擔會比較沉重 那我們想像一下,我們在跑步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都是以單腳的落地 單腳的落地來這樣做 所以我們在做這種單腳的跳躍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像是一個跳繩的訓練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盡可能去注意一下我們腳踝 腳踝的發力 還有我們小腿的發力 還有我們膝蓋的緩衝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不用去注意說 我一定要跳很高 我們一定要不用 我們就是輕快的這樣跳 那這樣呢,也可以順便的訓練 我們在跑步時候的落地的方式 那還有再來呢 就是我們除了左右腳的單腳跳躍之外呢 我們還會用一個 我們還會用一個U型跳 那U型跳呢,我們就是用一個雙腳的跳躍 那它主要呢,是在考驗我們手腦協調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腦部發出的指令 還有我們的手腳要怎麼去做協調 那我們待會呢,就是 我們以瑜伽墊做一個U 然後呢,我們往後跳 然後右、右、前、往後、左、左、前 那基本上呢,我們就是做一個U字型 U字型這樣的跳躍 然後呢,藉由雙腳跳 然後用我們的大腦 來操作 來操作我們的身體的機制 然後來做一個運行 那盡可能呢,我們在左右 你的前後左右跳呢,基本上呢 我們讓它跳的這個 每一個的距離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越是一樣越好 OK 再來我們第二個部分呢,我們會著重在側向的移動 側向的移動 那我們待會第一個動作呢,我們做螃蟹步 第一個,身體打直之後呢 微蹲 微蹲之後,身體往側向慢慢的移動 那我們在移動的時候,我們的身體就不要一直在做這樣 前後、前後的 的這樣的起來 我們就是蹲好之後 然後一、二、三、四 好,倒 一、二、三、四 那我們藉由這樣的訓練呢 訓練我們的大腿的肌力 再來第二個呢 我們剛剛是做這種四步的螃蟹步 待會我們會做一個快速的螃蟹步 快速的螃蟹步呢 其實你只要一步 就到對面了 但是我們剛剛是花了四步 所以快速的四步 快速的螃蟹步就會像這樣 一、二、一、二 那我在做的時候一樣,身體先蹲好 蹲好之後 做一個快速的橫向移動 橫向移動 那再來第三個呢 第三個呢 我們做側邊的彈跳 所以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 跑步的姿勢先預備好 跑步的姿勢預備好 預備好之後呢 往旁邊跳 跳的時候 身體會微微的不穩 不穩的時候 你要用你的腳踝 還有你的支撐腳 還有你的核心去穩定住 穩定住之後 維持個一秒到兩秒 再換邊 再換邊 OK 那這樣在做的時候呢 它基本上 剛剛的這個第二部分呢 這樣的動作呢 基本上呢就是取決於 訓練我們橫向移動的能力 橫向移動的能力 那我們第三部分呢 我們會著重在大腿 我們會著重在大腿的爆發力 還有大腿的肌力上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會做一個原地的小弓箭步 我們從側邊上來看呢 我們站好之後 身體微蹲 微蹲之後 我們就做一個小弓箭步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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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在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你就不用再花更多的時間再往後蹲 因為你已經做了一個微蹲的動作 那我們呢 在做支撐腳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的力量 基本上是放在我們的支撐腳 支撐腳上 然後換邊 OK 那我們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動作是兩個 輕鬆的開合跳 像這樣 像神體一樣 開合跳 兩個 深蹲 開合跳 兩個 深蹲 OK 那我們在注意的時候 我們在深蹲的時候 我們的膝蓋 膝蓋不要做內拔 不要內拔 我們膝蓋呢 基本上呢就是順著我們的腳尖的方向 然後開合跳 開合跳 深蹲 深蹲的時候停頓 讓你的大腿 還有你的臀部 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受力 受力之後 回來 深蹲 好 好 那我們第四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部分 我們最後一部分呢 主要會斟酌在我們跟我們的跑步 連續的跑動會有相關 那順便來調整一下我們的跑姿 那我們第一個部分呢 先做一個小跑步 像我們平常在慢跑一樣 小跑步 那我們切記喔 我們在跑的時候 我們的膝蓋還是要微微的抬 微微的抬 像這樣輕鬆的 然後配合我們的白手 好 那再來我們第二個動作呢 就會比較偏向我們的跑步的時候衝刺的動作 第一個呢 第一個不一樣的是我們會把我們的膝蓋抬起來 那膝蓋抬起來之後呢 乘三個九十度 大小腿乘九十度 大小腿乘九十度 大腿跟我們的身距乘九十度 還有我們的白手也乘一個九十度 所以我們待會做一個連續的 我們一開始是原本的小跑步 然後做一個 比較高 比較高的抬腿 比較高的抬腿 那我們切記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的身體 是打直的 我們不要這樣後仰 我們也不要這樣駝背 那跟我們的跑步的姿勢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盡可能維持一模一樣 那在我們最後一個動作呢 我們這其實是馬克C的動作 馬克C的動作 那跟我們剛剛的 跟我們剛剛那個高抬腿跑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的狀況是 我們高抬腿跑是這樣抬 那我們馬克C呢 是抬起來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假腿 做一個假腿的動作 把我們的 在我們的膝蓋抬起來的同時呢 把我們的 腳跟落在我們的屁股 臀部的正下方 所以我們跑的時候會變成這樣 會做一個假腿的動作 假腿的動作 OK 那其實呢 為什麼會需要假腿 其實假腿呢 它在 就是讓你在跑步的時候 第一個 你的換腿 你的換腿的頻率就會變快 那你換腿的頻率變快之外呢 你在假腿的同時 你的另外一隻腳在 往前 往前在做跨步的時候 你的步距也可以拉大 所以呢 這樣呢 會對於就是各位同學的 跑步 不管是跑步的技巧 或是跑肢的改變上 甚至說你在 跑步的步距 步屏上 基本上都會有一個 很有顯著的效果 那以上是我們今天 四個部分的 四個部分的講解 謝謝大家